美國隊在裡面 Fast of Brack 直接用了十分鐘打爆義大利第一場 休息一下馬上進入第二局 但是其實從昨天的賽事就可以看得出來 很多球隊在第二局才會開始發揮 背水一戰 沒錯 就是有一種不能輸的感覺 所以在第二局之後會打得特別的猛 而且我們昨天的前面三場比賽 第二局的獲勝的那一隊 最後都贏得加十賽 所以不代表你第一場贏你就可以鬆懈 沒錯 那我覺得這也是 你講的鬆懈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因為很多球隊在第一場贏了之後 在第二局的比賽就會真的有點鬆懈了 像昨天中國隊也是第二局直接打爆 沒錯 對不對 在第二局呢 中國一隊靠著陳淮安跟高國豪 高國強 非常強韌的防守 然後還有呢 穿真影線之下呢 帶領中國一隊拿下昨天的第一勝 也在駕駛賽上面拿下勝利 逆轉韓國隊 但其實昨天韓國隊的表現也是非常好 只是他們在捏一個框 罰球怎麼罰都罰不盡 昨天有在便利商店遇到他們 晚上有小喝一下 有跟著他們小喝一下 他們自己小喝一下 他們自己小喝一下 那其實我相信美國隊有準備 所以他們在第一節才會這麼頻繁的去做更換球員的動作 那當然啦 其實能拿下第一局最好就是能拿下 但是要掌握第一局的氣勢跟優勢繼續來到第二局 反而不能鬆懈 我覺得你剛剛講得很好 千萬不能在第二局的時候鬆懈 這樣才可能順利呢 直接在上下兩局把比賽拿下來 跳球之後美國隊拿到球權 直接往裡面衝給到外面Black 再給到外面的是外線 這一球沒有放棄 義大利拿到球 哇兩邊的肢體動作非常多 這個漂亮的背後運球 哇 底線裁判老師說 美國隊球員碰到球了 火眼金金啊 真的 那我們在球場上還是尊重裁判老師的判決 因為其實有三個裁判老師 這個每個角度都看得很清楚 三個裁判六隻眼 這邊籃下 哇可惜啦 沒有掌握好 那我們剛剛提到有上下局 代表說有可能會遇到一人各贏一局的局面 這時候應該怎麼辦 要進行OT加10場 這邊義大利率先拿下兩分 他今天頭髮搭配這個風 感覺很流暢的感覺 彭春我記得你之前頭髮也有流到這個長度對不對 後來受不了 受不了 所以我還蠻佩服歐洲群人蠻多流長頭髮 對我也想要問這個問題 就是頭髮流這麼長打籃球其實是非常不舒服 你要手一直去撥頭髮 所以你在打頭髮流長的時候打球 有沒有什麼一些小的一些Tips 讓大家知道說怎麼樣不會干擾你在打球 我就是沒有辦法才剪掉的 所以還是會干擾就對了 還是會 所以如果戴一些頭套那些也是沒有辦法避免 因為你要花很多時間去整理你的髮型你知道嗎 喔 結束之後要清要洗頭髮啊 其實我前陣子也留了很長的頭髮 這邊晃開之後頭出去往右偏了 自己一根廣進去 我還在補 2-2 這邊快算一下一個Block 2-2 2-2 2-2 3 2-3 2 這邊給到美國隊推人的犯規 我覺得義大利有點改變他的打法 他上半場的時候是沒有把球往內線送的 對 我覺得他們這邊有嘗試的往內線打 但其實我不太理解的是 義大利的球員在身高上面 在內線並沒有特別的優勢 可能可以多做一些inside out 這邊漂亮的小組配合 兩邊的肢體動作在籃下可以看得到 浮馬一個人往前 因為現場積蓄的關係 所以我們延遲上線 但現在線上的朋友們也可以聽到我們的聲音 觀看到我們的球賽了 哈囉 線上直播觀看直播的朋友你們好 我是主持人大羅 我是主持人彭尊 目前呢進行的是JUMP10 第二天的賽事 第一場由美國隊對上義大利 美國隊剛剛再次砍了一顆外線 比數7比2 再次領先義大利 在我們第一局的時候 美國隊已經拿下第一局了 這場看起來 目前為止對義大利來說 凶多吉少 他們似乎還沒有適應肢體上的接觸 對 其實在JUMP10的比賽 肢體上的接觸的尺度 是相較於一般比賽是寬的 因為畢竟他是streetball 街頭籃球的風格 這也是野球好玩的地方 他們可能覺得好玩 我們可能承受不起 這是一場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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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義大利兩次對籃框的進攻都很可惜 差了一點點就把球放進籃框 這邊漂亮在底線埋伏的三分外線 可惜沒有放進 義大利又是三分外線進去 大高個出來投外線 這也是現在籃球的趨勢 不管你是四號位或是五號位 有空檔的三分線還是要可以投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是 Golden State代行的一個風潮 不管你在場上哪一個位置 你在三分線有空檔的時候 都要有把球放進去的能力 其實我也沒有很想要聊空檔 其實發球的時候你看到球員是 還是滿疲憊的 很累這樣子在這個節奏 進攻18秒 回場起來12秒 太快了 大家不要覺得比一般的24秒 威力少6秒 好像其實也不多 但其實這6秒對於一個戰術的執行 或是球員的喘息來說 才差很多了 所以在JUMP10的賽事 你沒有辦法看到控球會不會悠哉的運過的半場 哇 這邊傳球也發生失誤 又再讓美國隊再次取得球權 這邊要做一個空中竭力 沒有完成 Good try 歐勒歐勒 哇 這邊傳球差一點又發生失誤 交代不清楚 這個動作受到裁判老師的青睞 掃聲就這樣地響起了 又再給到外面 大隻的直接往裡面切 球被剝掉 哇 太可惜了 這幾波的進攻 我覺得其實義大利都做到位置 但很可惜 在最後一刻球總是這樣會 感覺就是 天氣太熱手太滑這樣 或是可能還沒有熱開比較早 其實我覺得他們兩隊都已經熱開 只是在今天這麼潮濕的一個氣候 然後球員身上全部都是汗 其實這球的掌握度上面 不是那麼的容易 沒錯 美國隊兩罰的機會 第一罰沒進 我覺得美國隊似乎是有那麼一點鬆懈這邊敷滿放棄 很好玩 不錯 好玩 比數追到9比2 2分了 查敘 意大利還有機會 扳回這一局 美國隊要往裡面單打了嗎 這邊要自己來 翻身之後 Oh got it 11比7 美國隊在防守上強調是 No Hill 不需要協防 籃下三秒 而且我聽到美國隊的教練講 三秒 三秒 You got it Good dance 他不是說 用英文說籃下三秒 他是直接講中文的三秒 提醒裁判老師 老球皮 真的 很常來 可能連續來兩年這樣子 11比7 這邊是兩分球 可惜沒有放進 比賽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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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線 漂亮的轉移 可惜還是差那麼一點點 但其實戰術跟位置都跑到了 另外一邊美國隊又是兩分的快攻 已經達到game point 義大利嘗試了自己來 飛一個block Not in my house Get out here Get out here Substitution 美國隊換人 不誰 建議 接觸結束 進攻偉力 哇這邊沒有注意到 或者說他心裡還沒有適應18秒 確實 其實因為剛剛從出界之後回來是只剩12秒 最後的一分鐘 義大利會在落後6分的情況下破解而出嗎 這邊手一直繞在對方的腰上 想要帶他環遊全世界的感覺 這邊2 point got it 美國隊打爆第二局直接帶走今天第一場比賽的勝利 而且美國隊這場是全員皆兵 每一個人上場都有貢獻 好 下一場比賽要由加拿大隊上法國隊 那加拿大本機的陣容是非常的恐怖 大家可以注意10號 一邊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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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利斯汀他是拉脫維亞甲級聯賽的全明星 然後也曾經打過NBA的發展聯盟 那另外呢 背號5號的Meyers 他也是在賽普路斯甲級聯賽跟斯洛巴克甲級聯賽曾經有出過比 出賽過的球員 那這幾個球員呢 在我們加拿大隊呢 都說可能會有突出的表現 其實這一次 但是TOTO來說整個加拿大的球員是非常的 陣容非常豪華 對 陣容非常豪華 因為其實在第一季 2016跟2017的Jump 10 加拿大都是被大家所看好的球隊 但很可惜 在第一年的時候冠軍賽 2016的冠軍賽被墨西哥所擊敗 那在第二年的時候 2017的時候 在四強的時候也很可惜被擊敗 但一直以來 他們都是非常具有冠軍相的球隊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 他們也是衝著冠軍獎盃而來的